构造的这个意向关联 这个是我对这个赵老师的理解 我觉得真是特别有启发 这就说到您的这个领域了 那个赵老师说 哲学家说不具体 您呢 就会讲得非常具体 但是尹老师 您是从上往下来 尹老师是从下 从形而下往形而上去 所以我们想听听 一个是尹老师自己 对山水这个问题的看法 另外一个也肩带着 对赵老师有些评论呗 这是赵老师期待的 今天这个题目的比较大 中国文明和山水世界 当然这次会展开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空间 思想空间那时候 首先呢 就是山水呢 作为一个知识概念 因为确实呢 这个概念呢 还真是在 武汉语的文化圈里面展开的 比如像中国呀 这个 朝鲜半岛啊 还有日本是吧 这些地方 包括越南 基本是过去在 古汉语的一个圈子里面 基本不在 西方式运行 这个概念 就压根就没这个概念 那么比如说这个 这么重要的一个知识概念的话 在中国怎么运行的 过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就要讲 这个一个是山水画 还有这个书法 都是中国文明当中特别独特的 一个历史 并没有说在其他地方呢 同样同步发生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么也说呢 这个 我注意到一个 一个还是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 早期呢 山水画和人物画并不同步 也就是说 还是最早的是发展出来 这样的一个人物画的系统 对 很早 所以说我们就像 靖唐时代呢 基本上是人物画的古典时代 那么山水和花鸟呢 是宋元的 宋元是个古典时代 基本是这样的 因为他创造了很多典范 那么比如说呢 唐代呢 当然创造了像清律的典范 那么还有一个缺席的王维 是吧 水墨典范 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 所以这个 这个 王维占据了一个虚位 不是个实位 所以其实呢 老师 最后为什么我要去 来追溯董元呢 董元是占据了一个实位 因为他有作品传世 所以王维就是一个想象 一个精神领袖 想象这样的 那么实际上说呢 在这个因素当中 就是在这个早期的 从诗科学来看呢 其实 人物山水历史 包括城市 各种空间 其实都有的 是比较均衡的 那么当然是绘画不是这样